宜蘭市河濱公園的八分之一遙控越野车赛车场 近期被民众发现 赛道多处被压毁变得不平整 源头竟然是水利鼠 为了要进行布袋连清除的工程 怪手就横跨了赛车场留下破坏的痕迹 但水利鼠强调 他们是采取最小影响的施工模式 不过玩家们还是难以接受 小型遙控车翻山越岭比速度 考验的不只是玩家们的技术 场地好坏也是身负关键 宜蘭市河濱公园八分之一遙控越野车赛车场 一年会举办至少四场全国性比赛 不过最近被民众发现 赛道有怪手轮胎的压痕 压毁的路面还出现均烈斑驳 有玩家就怕从各地来比赛的民众们 看到场地不佳作何感想 因为这个都是全国性的 如果说今天场地不好 全国各地的车友们来比赛的意愿就不高 八分之一遙控越野车赛车场 是由宜蘭市公所建立 不过平时赛车场的维护 全是靠当地遥控车的玩家们 自发性维护 如今遭到破坏 没想到罪魁祸首竟是水利署 进行布袋连的清除工程时 开怪手横跨赛车场留下的痕迹 我们当时思考的模式 就是怪手从冰水带到这个想要清除的位置 当时我们是选择最轻的一个破坏程度来走 目前看那个赛车到那里能够通过吗 没有 没有 没用 我拜要跟您说一下 最好是这样子来 对不对 因宜蘭河的布袋连生长快速 加上四月份将进入汛期 不过玩家们希望水利署能换个两层其美的方式 清理河道的同时维护场地原样 记者湘凯亭一轮报道